创世纪第37章 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地。 雅各的历史记在下面。 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孩童,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和西帕的种子,藏在一起。 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 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色长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能与他和和气气地说话。 约瑟做了一个梦,把梦告诉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这个梦。 我们正在田间捆麦子,我的麦捆忽然站立起来。 你们的麦捆都来围着我的下拜。 他的哥哥们对他说,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 真的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为了约瑟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也把梦向哥哥们述说了。 他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向我下拜。 约瑟把梦向他父亲和哥哥们述说了。 他父亲就斥责他说,你所做的这梦是什么梦呢? 我和你母亲以及你的兄弟,真的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事记在心里。 约瑟的哥哥们去了世间,目放他们父亲的羊群。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的哥哥们不是在世间目放羊群吗? 来吧,我要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约瑟回答他,我在这里。 以色列对他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是不是平安,羊群是不是平安,就回来告诉我。 于是,打发他离开西伯伦谷,他就到世间去了。 有人遇见约瑟在田间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 他回答,我正在找我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目放羊群。 那人说,他们已经离开了这里。 我听见他们说,我们要到多滩去。 于是约瑟去追寻哥哥们,结果在多滩找到了他们。 他们远远就看见了他,趁他还没有走近,大家就谋害他,要把他杀死。 他们彼此说,看啊,那做梦的人来了。 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枯井里。 就说,有猛兽把他吃了,我们要看看他的梦将来要怎么样。 刘本听见了,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 他说,我们不可取他的性命。 刘本又对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不可下手害他。 刘本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带回去给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他们就脱去他的外衣,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彩衣。 他们拿住约瑟,把他丢在枯井里,那井是空的,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群以食马力人从基地来。 他们的骆驼,载着香料,乳香和墨药,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他的众兄弟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把他的血隐藏起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食马力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 众兄弟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店的商人经过那里,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从枯井里拉上来,以二十块银子把它卖给以食马力人。 以食马力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刘本回到枯井那里,见约瑟不在井里,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他回到兄弟们那里去,说,孩子不见了,我可到哪里去呢? 于是,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长衣粘在鞋里,然后打发人,把彩衣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这是我们找到的,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长衣,不是。 他认出这件长衣,就说,是我儿子的长衣,有猛兽把它吃了。 约瑟真的被撕碎了。 雅各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腰树麻布,为他儿子哀悼了很多日子。 他所有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接受他们的安慰,说, 我要悲悲哀哀地下到阴间,到我的儿子那里去。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蒂人后来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卖给法老的一个臣仔,军长波提法。